首先多謝各位的傳媒朋友 相信今天早上大家都留意財政預算案 你問我們的看法 第一件事當然是杯水車身得很厲害 眼前大家記得到我們要求很簡單 加碼派錢 消費券截演 現在消費券派5,000元 大家都想像到住下來都有很多技術的問題 甚至相信政府本身也承認是有一定的困難的 對老人家尤其是如果你真的要派消費券 還要限會個月1,000元 根本就是救不了近火 因為現在說我們受到疫情 摧殘了香港的經濟 我們爭取現金發放 大家要明白在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財政預算案公佈的當日 在2018年是有經驗的 2018年的財政預算案公佈完之後 大家記起猶新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進入財政預算案的辯論 社會的民意的反彈 結果當時時任的財政司同一位 陳茂波就跪下 就做這個關愛共享計劃 就是派4,000元 大家都記得是賭卸樓械那一次 簡單而言就是在這段期間 將會有一個更加關鍵的時間 就是你既然派得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 也是派的而已 為何不索性截演呢 其次就是既然是有加碼的空間 我們認為可以加碼 而且之前已經有經驗了 一百年試過 我們再講講現在財政儲備的情況 香港的財政儲備 我們認為就是坐擁近8,000多億的財政儲備 今天最新的修訂可能再看看 可能去到9,000億左右 在世界銀行的資料全球排行第八 假如計上人均財政儲備的狀況 人口因素的話 我們每個人的人均財政儲備是5萬8,000多元美金 說的是全球排第二 僅似於瑞士 在一個這麼有財政儲備 這麼豐厚的情況之下 在眼前這些所謂的紓困措施 包括5,000元消費券 獎者金 綜援 雙殘津貼出半量 不如那些官員減半薪 好不好 你沒可能是這麼沽航的 所以我們的倡議很簡單 在眼前 其實財政司這份的財政儲算案 根據一百年的經驗 仍然有一個調節的空間 第一 我們倡議加碼派錢 進行現金發放計劃 其次這個消費券理應截演 方便大家 就不要等大家到時又賭寫螺蟹 我們也看到 看回澳門的情況 澳門財赤都派錢 同時派消費券 那你就兩步同時做 在我們眼前計過數 空間是有的 而且既是如此 大家如果承認疫情 真是令到香港的民生 這麼苦的話 這份財政預算案 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在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稍後 進入這個財政預算案辯論 我們的倡議也都希望得到 財政司的辦公室進一步的回應 我們稍後再補充其他相關的資料 很簡單做一個補充 很簡單就是 現在議會暫時沒有反對派 今年反而沒有錢派 大家都是人所共知的共識 這兩三個星期 只剩下這兩三個星期 能否力挽狂難 看現有在任的建制派議員 的公假 我想強調 一百年民主派在立法會裏面 成功令到 至少又是其中一個壓力 到這一次 一百年 是由原本說不派錢 到最後成立一個關愛共享基金 有退稅或者拿福利 就不會派 但就派了 一百一十億 為及二百八十萬位市民 那次是派四千元的 我想用這個例子來做譬如 就是說其實現在才是開始的 現在才是民意的彰顯的開始 還有看看這個 暫時沒有反對派的議會 究竟會不會這麼失威呢 一百年都試過可以成功扭轉到 那個情況 那2021年的今天會怎樣呢 這樣 那我再強調 其實消費券 現在就這樣聽 財爺解釋都已經是 有些一摸一摸 說可能暑假才登記 他自己都承認有困難 有很多老人家都會問 怎麼搞的 加上有很多限制 可能每個月派一千元 結果就是 你問一些老人家 不是用杯水車身來形容 都不知道你在搞什麼 你其實本身那個 已經是一個 撥出來的水 開支來的 為何不折現呢 我們想強調 我們也是有根有據的 因為 我們之前都講過 現金發放計劃 我想強調 現金發放計劃 去年一萬元 就隸屬於財政預算案 有朋友問 現金發放計劃 可不可以獨立成行 可以防疫抗疫基金 頭一二期 加上13億 都是獨立成行 上財委會 簡單而言 政府如果要橫負於民 要在疫情裏面 幫助市民 什麼方法都可以 行政主導 但是擺在眼前 現在我真的都相當期待 建制派 沒有理由這麼失威 都想想 怎樣令到 那些錢 是真的可以回到市民手上 還有我再強調 出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出半糧 真是很沽寒 也很噁心 既是如此 是不是又可以考慮一下 其實應該要 你想想 什麼都減半 剛才我都講過 難怪民間 有很多的傳媒都開始 標題報道 其實這個官員 是不是要減薪 減一半 既然你都出半 給市民 所以接下來這兩至三個禮拜的 財政預算 我們只能夠用 拭目以待來形容 麻煩 剛才說明 主席 我想問 那些市圈那裏 其實看回他們 是一個 他們就說 他們有辦法放鬧 我們一起 抗疫票 便宜 其實我覺得到最後的報告 會不會到最後都去了 是幫一些大企業 會不會有小商戶 就用這些便宜師傅 就用不到 變成其實都是受不到 大企業受惠為主 其實幫不到一些小商戶 還有其實 之前都說 派錢人家都派過 為什麼這次 要搞到 好像我不敢說 托返那些消費券 其實那個 行政費用那邊 是不是值得這樣 去花一個這樣 一塊錢 來推出一塊 新的 最推廣的 新的 第二個就是想問 其實見到警隊方面的開支都上升 其實2019年的 反送中現在 2020年都疫情 其實都抗疫為主 大家都沒有空 出去示威集會那些反應 警隊的開支都總體連結上升 其實這個現象又見到 不會反映了什麼問題 或者其實 學不合理呢 就是警隊的開支都多了很多 你先說消費券 好 是 我說實證要好 對不起 不要說 希望 希望 都遭受到不同的打壓 包括裝修的噪音 好 我們開始 首先說說 第一 我是擔心的 我擔心電子消費券所衍生的行政費 究竟是多少 到其時執行上的困難 亦都加上 剛才我們說 老人家用的時間 沒有很困難 而且到其時 會不會 就如你所說的 可能是一些大企業 他們的支付系統 相對成熟的話 說用就用 可能到其時 大家就會很容易 就會去做了一些消費 但當然希望 在整個疫情裏面 小店的影響是最大的 所以我們現在很簡單 剛剛公佈的財政預算案 我們呼籲 折演 真是折到 因為那個開支 根本是不受到影響 的話 就不如不要搞這麼多花神 現兜兜最實際 然後現兜兜 如果肯定最實際 就加碼派錢 就是我們今次的倡議 另外就是 不好意思 除了消費權